電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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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這是個違建 那違建怎麼去找電梯來檢驗呢 電梯能動就不錯了 然後你這樣整天上上下下 那哪一天大怒神 倒下去你都不知道 嗨大家好歡迎來到四位說 你們家會火燒房嗎 你們家怕火燒房嗎 還是說你們家一定會火燒房 最近的火災其實蠻多很奇怪 明明就這麼冷為什麼會火災呢 當然城中城大火燒出了很多的 又再一次的想起說我家會燒掉這種事情 可是你之前記不記得 錢櫃大火是不是有人下台 還是搞的那個年代電視台 咪咪漫網對不對 過去了那麼久 然後城中城又來燒一下 你看歐寫 我現在做這一集已經有點晚了 然後你已經忘記城中城搞不好 你可能滿腦都是3Q 不對喔 這一集播出的時候3Q歌 被罷免的時候 你又忘記了 已經換成新的東西了 所以台灣人的東西是很健忘 那我只好來做一集說 讓你確定一下 檢討一下 你家會不會這樣 你家是不是會小廚 還是要講一些東西喔 你們家是不是這樣 你是不是擔心你家燒掉 其實我以前住公寓的時候 很擔心我家常常燒掉 然後小時候嘛 你要講公寓對不對 前面鐵窗後面沒有鐵窗 可是因為你後面跳不出去嘛 那前面有鐵窗就常常覺得說 啊萬一燒掉的時候 前面 如果是後面燒掉 我前面就死在那個鐵窗上面 然後那個鐵窗呢 也沒有開個門 因為不知道為什麼 小時候很容易遭小偷 我們家二樓 我住三樓 二樓就遭過小偷 那二樓被偷過三樓都在擔心嘛 所以我們還要做鐵窗嘛 所以這種兒時的記憶 搞到現在 其實那些房子還是一模一樣啊 舊房子還是一樣啊 鐵窗很多啊 還是張小偷還是一樣 全部封死死啊 所以你們家容不容易失火 首先有一種容易失火 或是失去 就是出狀況的就是這一種 沒有官網會的 當然城中城大王還是這樣 底下是電影院廢棄 再來是一樓到四樓是廢棄的商場 廢棄嘛 然後七到十一樓 他寫住家 但他是一般事務所 然後拿來住的 所以他也是一個 不應該住 但是卻拿來去住的房子 十二樓是廢棄的餐廳 餐廳 然後樓梯間死這麼多人 因為門堵住了嘛 他明明頂樓就可以跑上去 結果跑不上去 對不對 那頂樓跑不上去 為什麼就是門爛掉 門封死 或是門鎖住什麼等等 因為沒有官網會 沒有官網會這樣的組織 然後就是隨便弄 不是講說房門被拆掉 電梯門被拆掉嗎 你家門被拆掉 居然還是 還沒有人管 那當然 也聽到了說一些說法 其實這些說法都是飛來飛去啊 說原本的商場的主人 還住在裡面 這件事情我也不是很確定 他是正來假的 那你以前賺那麼多錢 你拿一點錢 來修一下你的社區 會怎樣也沒有 所以我會幫他們住幾樓 總之呢 沒有官網會 就是亂 那你說你們家有沒有官網會 不管是不是這種住商混合 你們家公寓 有沒有官網會 我記得以前我媽媽 在管理我們那個舊公寓的時候 我媽媽可能就是像官網會這樣組織 因為她負責收錢 她負責叫人家來洗水塔 叫人家來洗樓梯 甚至粉刷油漆 因為房子舊了嘛 然後換大門 因為大門的鎖壞掉了 然後花錢 都需要有官網會這樣的組織來做的 所以我媽媽也然是 她那一棟公寓的官網會的主委 舊公寓沒有官網會 可是就是說舊公寓這樣的東西 真的需要人家管 所以一定會有一些比較熱心的 比較你覺得她靠得住的 你錢交給她 她不會把錢A走的那種人 或是她的確會發包去洗水塔 叫滅火器啦 油漆啦這種事情 所以你在如果是舊公寓 也屬於在這邊 沒有官網會的這樣 好你看這個 高雄城中城二火 六都近八千戶的大樓 沒事的 這個統計 近八千戶是指大樓 所以如果說包括 公寓在內可能就是不得了的數字 因為公寓也不會有官網會 公寓也是亂管一通 頂樓憑什麼 那個四層 四樓頂樓 五樓就是四樓 這件事情我一直到現在還是覺得很難 憑什麼 大家花錢買一樣的公寓 為什麼 頂樓就是你的 很不可能啊 就像我們以前是四樓公寓嘛 五樓呢 一定都是四樓的 這種約定俗成 這是沒有道理的事情 所以我媽說 啊不要啦 給他們用了他們也是港口人 我心裡想 嗯 你頂樓站滿滿的港口人的屁 那不是做兼犯科嗎 洗個水塔還要爬過人家窗戶 你覺得這個頂樓很過分 不是嗎 就是這樣子啊 所以 更不用講說這種住商大樓有沒有 住商混合 因為太亂了 沒人管無法管怎麼管 你可能都租這種房子 因為台北很多很多出租的套房 的確是屬於那種沒有管理會 而且那種管理會 可能是那種管理 你說有繳管理費對不對 那可能不是管理會的組織 那可能就只是一個聯誼會吧 窗口吧 你總要是需要有人負責 弄弄化分子這些事情 或是那種交交電費 這種事情總是需要有人做 那當然更有可能的是說那個錢 比如說你繳一千塊給他 結果他只拿九百塊去做事情 剩下一百塊 他說那是服務費用 這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像這樣的房子其實非常的多 那這一次政府出了事 頭動一頭腳動一腳 所以政府只針對這種六七八千戶這種 這種事情來解決 所以六都啊 本來講六都 各縣市政府 當然都自己清查一下自己的房子 自己的轄下的這種 大型商場 或者是說像城中城一樣 中間是商場 樓上是住宅 這樣子的房子 當然這種房子最危險 可是我認為公寓更危險 因為公寓真的沒有人管 那話說了 為什麼喜歡蓋這種東西 一定是歐美喜歡日本很多這樣的房子 所以台灣接著就已經這樣的房子很多啊 日本很喜歡那種城中城啊 多摩市啊 我記得以前剛做代銷的時候 或是我記得大學念書的時候 那時候老師就這樣 就教我們這種城中城的概念 然後說日本很流行 底下是商場 樓上是小套房 跟你金屋長交啊 絕對不是認真住的 一定都是為了錢而 這樣講的 現在講蠻奇怪的 以前是這樣子啊 就是你在商場消費 然後消費完就上樓 這個不太像是一般人的生活啊 當然是 現在就不是 因為現在底下是商場 樓上很容易就荒廢了 當然板橋也有一棟很大的 它底下是荒廢的商場沒錯 可是那個荒廢的商場是 沒有經營的商場 樓上是豪宅 那其實 某個定義也是這樣 因為商場沒有人用 沒有人住 樓硬發霉 可能有人在保養 因為畢竟那個 利保經營是還在啊 可是底下就是沒有經營的東西 然後樓上是 住宅 豪宅 一般事務所謂 也不是很確定 樓上是什麼的 用地 人家有管理會 這種事沒有管理會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租房子 住在這樣子的方式 很危險 那你說 我有無力回天 我有人怎麼辦呢 我也不知道啊 這種房子比較便宜啊 它亂歸亂 可是它房租 它這個房租我可以接受 然後它的那個小套房 對 那種很多小套房 那這種呢 沒有人管的公寓 真的很容易失火 我這一次找了很多 失火的畫面 你想也知道嘛 公寓怎麼會有人管呢 公寓 公寓可以成立管理會 絕對可以 所以這一次 內政婦緊急修法 說要強制成立管理會來管 但是呢 我不是很確定 立法院有沒有在工作 那內政部制的法案 是不是只針對大型商場 公寓都沒有在管 你知道 內政部有時候 蠻鬼混的 推他一把 他才做事 沒有推他一把 什麼事都不做 對不對 那你說像緊急修法 我們現在錄影的時候 我們播出的時候 不確定這個法案 是不是通過了 那你就要等立法院 那不就排隊 不是 有做得沒怎麼一樣 你看看 對不對 燒完 錢櫃大火到現在 大家都忘光光了 你還記得錢櫃大火嗎 我都忘記 你怎麼會記得 所以我覺得 公寓最好要有強制規定 國安會要成立 公寓一樣有 八戶十戶也得成立啊 你雖然可能沒有需要說 每年選舉 每年搞那些很麻煩的事情 反而入決一大堆 因為他戶數很單純 但我覺得 國安會這種組織 是最好一定要報備的 總是要嘛 他們錢交給誰對不對 公寓很容易出事啊 被偷啊 然後公寓那種鐵窗 一大堆啊 總是需要有人管理啊 結果台灣沒得管 日本 日本有沒有管 日本搞不好管得很好 台灣都不管 台灣都是交給自己管 其實政府是有能力去管的 公寓大的管理條例 其實是可以強制做一些事情 去管理這些東西 因為公共事務 沒人要做嘛 然後 如果你今天是住在這種 沒有管的公寓 怎麼辦 總是要做點事嘛 你應該讓你自己公寓 要有這種 這兩個東西 一個是滅火器 一定要有 而且要有合格 我記得以前 你可以找你的里長問問看 有些里長願意提供 縱使沒有提供一支也才幾百塊 沖田一支大概也是一兩百 其實不太貴 面火器不是一個很貴的東西 但是呢 就是不願意買 我的面火器放在我的大門口 那個是當初一開始 然後 建商配每一戶都要 因為我們是新的社區嘛 然後後來呢 每三年就沖田一次 每三年沖田一次 這件事情到目前為止 我都一直都有在做 我們住屋幾乎都有 因為我不知道有時候給他 他丟哪去嘛 總是要有沖田 然後要有新鮮的 可以噴得出來的東西 公寓也在外面也要這個東西 你去找你的里長問一下 有沒有在補助 有沒有在送這個東西 或是有沒有補助 福島人民購買滅火器 或是更換裡面的藥心 因為每三年就要換一次 你總要噴得出來吧 然後呢 這個我知道台北市可以索取 新北市可能也有 我不知道外縣市有沒有 就是這種警報器 火災的警報器 應該幾乎每個縣市都可以 索取這玩意兒 你跟你的里長問問看 那至少要叫啊 萬一燒起來要叫 要連線啊 所以這兩個是公寓 至少要擁有的東西 如果沒有的話 你真的是等死 你等你家燒起來 你真的要等鄰居報警 你才知道啊 不然有時候我們在外面工作 誰知道家裡發生什麼事 對不對 所以這兩個一定要擁有 記得跟你老爸老媽 身裝或是提供這樣的東西 如果你爸媽不在你身邊的話 滅火器一定要告訴他們怎麼用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因為老人家很喜歡把 所有的東西都插在一起 那個延長線喔 插滿滿的 從來不清 很恐怖 這個是沒有管理的 第二個是公寓轉套房 我個人覺得很容易突出的狀況 突出喔 什麼叫公寓轉套房 就是那種原本是三房四房公寓 他給他隔間 弄成一格一格的套房 像這個就是曾經發生 民宅套房大火的 也要是做出租嘛 四樓弄了十二間的套房 五樓弄了十三間的套房 就是公寓轉套房 很多投資客最喜歡做這個生意 理論上當然你隔套之後 可以賺比較多的錢 大家喜歡住套房 大家不喜歡住雅房 大家比較有能力租套房 沒有辦法租一整層的住家 所以這種房子都被亂隔 亂隔 隔亂七八糟 然後不管環境好壞 安全 很大的問題 那通常就會長這個樣子 深深的然後各自各自各自 然後你看那個門 可能都是木頭門 或是這個隔間 可能都不是用防火隔間 因為看起來白白的 你也不知道那什麼東西喔 合不合法在於申報變更 你要想你樓上樓下 可能有這樣 很多人進進出出的套房的時候 你當然可以去問 就是他有沒有申報變更 公寓幾乎99% 不會有人做申報變更 公寓沒有人在管 所以幾乎沒有 大樓呢 我相信台北市的有管委會的 比較願意做這個事 因為管委會 大家會擔心嘛 萬一你來了張淑金怎麼辦 或者是說萬一你來了不三不四 外面亂七八糟的怎麼辦 或是樓下來擔心 樓上變更之後呢 地震軟腳架倒掉怎麼辦 所以一定要變更 那沒有變更就是違法 就一定長這樣啊 你當然可以檢舉1999 或是那個公務局 就是建管處去檢舉都可以 那當然還有就是說 樓上改成這樣 要樓下那一戶的直下樓的同意 就是他蓋這麼多嘛 他原本是長這樣 後來變成這樣 那你至少你住在正樓下 你有同意的權利 你不同意他 或是他變造你的同意書 因為有些人是拿同意書去做變更嘛 台北市比較容易有變更上的問題 台北市管的也比較嚴格 外縣市沒有人在管 所以你關心一下你樓上樓下吧 我們在做這種事情 因為這個東西真的蠻恐怖的 人多就容易燒掉 你要想喔 然後比如說這裡有十間套房 原本就有三房兩廳 四房兩廳 然後下面十間套房 十個人同時煮火 現在天氣冷對不對 十間全部同時跟你用電暖器 這個房子怎麼可能不燒 然後都是木板隔間啊 因為隔間便宜啊 你以為房東有良心嗎 便宜就好 然後你以為他那個電源 他會用比較粗比較安全的線季嗎 電線很貴的耶 然後就像石層樓 然後全部電暖器 最後容易燒掉 當然如果說你今天樓下住了一個名人 也讓你覺得樓上還是很麻煩 你就像害人漏水 妙天 這裡沒有宗教問題 這裡只有 我管你是誰 我管你是總統也好 那個什麼聖言法師也好 你害樓下漏水就是你 不對 妙天就是一樣 他樓上做了一間一間的禪房 講好聽也是套房 對不對 然後樓下呢就是覺得 你根本就沒有弄好 你也沒有經過我的同意 或怎樣 害樓下房子變成這樣 因為開始漏水了 會念經的 會念佛法的 不見得會弄水墊 他還不是專家 可是你害人家漏水就不對啊 對不對 所以如果說你樓上 真的是隔成一間一間套房 你得要緊張 因為如果你家變成這樣 你們家會哭氣 你們家漏水 你要怎麼求償 樓上搞不好說 我們也是受害者 那個水電沒有幫我拉好 我也不知道 之類的 所以 不要亂變更 樓上有變更 你得去抓出來 不然你很麻煩 好 再來 第三種 容易失火的是 鐵窗 這很容易 全台灣到處都是鐵窗 那可是呢 這個新聞做得很驚悚 其實你們現在有點看不太清楚 因為有點模糊對不對 這邊就有一個人站在這邊 然後火已經燒到他的窗戶旁邊 這是一個人 這是一個人 只是因為照片照得比較模糊 真的看得很驚悚 因為逃不出去啊 你已經 因為濃煙出來 你已經逃到最外面了 可是呢 火還是燒過來 所以要等於 等於活活被自己的鐵樁給燒死 火很燙 我身上也有很多 我不是被火回燒 我不是被熱水燙上的小孩 可是火很燙很恐怖 所以你們家是不是這樣 後來我跟我媽講的時候呢 我媽小時候 我也不知道她去哪弄 她就把鐵窗拆掉 我們公寓耶 沒有鐵窗 你不覺得很難得嗎 超奇妙的 一個舊公寓居然沒有鐵窗 可能我媽怕逃生失敗 不然真的是 燒死在裡面真的是 救也救不到 你叫消防隊上去 他第一件事還要去建那個電鋸 把你的鋸開了才可以去救 人早就死掉了 所以鐵窗外出拜託 如果真的覺得安全很重要的話呢 麻煩你真的要有一個門 有一個逃生的門 可是你緊張 你要放個鎖在那邊 然後一緊張 就是鑰匙又找不到 還不是很緊張 對不對 所以那種 如果你真的你家有鐵窗 鐵窗上有一個門 上面有個鑰匙的話 記得把鑰匙放在旁邊 放在裡面的旁邊 可是小都看到那種鎖 還不是拿個鐵水敲下去也是掉 真的沒有用 不要妨礙自己逃生 你看這一次城中城大火 他也都是鐵窗 消防隊在這邊 一戶一戶逐戶審查 還可以say hi 這麼近 這是兩戶 你可以握手 對不對 可是全都是鐵窗 全都是鐵窗 請問你要死在哪一個呢 所以你去租房子的時候 遇到全鐵窗的時候 你也得小心我 我真的是建議說 逃生路現在想好 或是你就不要租這樣的房子 或是你說 死位哥我都甘苦人 甘苦人就沒錢 所以你能住在這樣的地方 但是你還是真的有選擇 要不然真的燒起來 甘苦人的命都沒有 拜託不要出這種東西了 這邊全都是鐵窗 像這一個 他至少還有一個鐵窗可以打開 這一戶 這個警銷已經把這個窗戶打開 至少還可以開門 拜託有鐵窗一定要開門的地方 能夠鑽得出去什麼 繩子留下去之類的逃生路線都好 好再來 你們家如果是那種 超過30年以上的老舊店表 這種很老舊 一個on一個off 你們家就完成了 很多公寓都長這樣 公寓啊 30年以上的公寓大概都長這樣 那中間如果有水電重拉的話 可能稍微好一點 有分開什麼冷氣歸冷氣啊 然後什麼 有 跟水有關的就是 因為水 要用比較特殊的black 就是那個 總開關 所以 如果你是這樣的話 就很危險 我們家舊公寓就是這樣 比這個更陽春 沒有這一堆 只有這兩個 on跟off而已 舊公寓嘛 爸媽又不知道 而且以前的牛人這樣子就有電啊 所以還好我們家以前 只有一台電暖爐 不對啊 只有 電暖爐很恐怖啊 我們以前沒有烤箱 沒有微波爐 然後呢 想要吃火鍋 沒有吃火鍋 我們沒有吃那個火烤兩用的火鍋 沒有 因為我爸媽知道 我們電力不夠 我們只有吹電風扇 我們的冷氣也只有一台 舊公寓的時候 只有一台 一台冷氣 因為怕電跳掉 搞不好 小時候有裝一段堆 然後後來跳掉的經驗都有 所以 爸媽知道說 舊房子就長這樣 所以如果你的爸媽家 是這種老舊電錶 現在冬天到了 你要非常小心 你的電暖器 真的不能用 你是不是要燒鐵 燒火爐啊 那更危險當然 所以 這很恐怖欸 我小時候 連摸都不敢摸 我覺得摸到會觸電這樣 但現在長大了 我知道 所以 你們家有沒有吃電過來 如果說你現在是那個 中古屋的大樓 中古大樓 估計啊 每二十 其實應該每十年檢討 也是用電量 每二十年要重新想一想 你的電線是否要重新更換 所以如果今天你買的是 二十年 屋齡的房子 你最好都更換 你要想二十年前 二十年前當然有 微波爐油 烤箱 該有的電器都沒有錯 二十年前是這樣沒有錯 可是二十年前的冷氣 對 二十年前的冷氣 差不多 二十年檢討一下 那個電線大概老舊 大概生鏽 大概出狀況什麼都有可能 如果說你買中古真的 電線換掉沒有花很多錢 可是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好 那這個是吃電的一個 哪一個東西很耗電 你說冷氣機最耗電 那不用講嘛對不對 電熱水器 哇消耗公里是六千 電熱水器才是第一名 超恐怖的 電熱水器 所以如果你今天說 我住小套房吃電熱水器 你在洗澡的時候 非常的耗電 那微波爐乾衣機 都是非常耗電的東西 乾衣機 很多人家都有乾衣機 那種洗烘拖一起的那種 洗衣機跟乾衣機那樣的東西 也是非常耗電 你知道為什麼營業用的乾衣機 都是用瓦斯 因為真的比較省 那如果是你用插電那種 日立啊 Panasonic一台五六萬塊 很貴的洗烘拖三記憶體 冬天賣的超級好 又很貴 結果它非常的耗電 你們都有經驗嘛 洗個衣服要三小時 第一個小時洗乾淨 後來兩個小時都在乾 而且用電的關係 它慢慢的乾 乾完之後你衣服不會縮水 那就是非常耗電 所以如果你有乾衣機洗衣機 要小心耗電這個問題 微波爐也是非常耗電的東西 開引機啊 熱水器是隱形的吃電怪獸 所以你家如果熱水器一多 比如說人口一多 裝個開引機 或是需要一直到熱水的話 它的耗電量會非常高 電鍋也是喔 烘煙機兩百這麼少 所以你看 電鍋是八百 電纜爐是七百 然後電鍋居然比電纜爐還要耗電 這個太妙了吧 開引機八百也比電纜爐耗電 你看 我剛才一直在講電纜爐 結果呢開引機更耗電 電鍋更耗電 這些都是傳統家裡都會有的東西 可是這些都是很耗電的東西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房子太老 老房子喔 你爸媽的房子太老了 你不要送太多電器給他 免得他們家燒掉 到時候怪你這樣 簡單弄一弄就好了 那如果說你真的是覺得 老人家還是要需要過好一點 我給他們重新裝潢 那重新裝潢的話 電一定要重拉 真的 好 那天氣變冷了對不對 就會有這個問題 電暖爐插在延長線 然後呢 這邊還有別的東西在插 你看得起來很明顯對不對 電暖爐絕對不能用延長線 如果你真的非得用延長線不可的話呢 你也只能只插電暖爐而不要插到別的地方 可是 安全專任都說電暖爐不能用延長線 所以後來我的電暖爐直接插在牆壁 而且沒有其他人share那個電器 因為電暖爐 我那個功率是1650嘛 你隨便弄到最熱就1650瓦 很兇狠 1650瓦欸 看這張錶還寫800 700 不對我是1650瓦 然後就燒掉 有些人會覺得 那米蛋糙草草這樣 就固定要換 這有點恐怖 哪一天都燒掉 我們錄影的前一天 錄影的昨天 新莊燒了一個 一個 歐洲村的某一個某一棟社區燒掉 那 不知道為什麼會燒掉 三星半夜燒起來這樣 有點讓人家嚇人 因為 就覺得 怎麼燒 只要是火災都會讓人家心驚肉跳 你就擔心說你們家是不是也燒掉 所以天氣變冷了 拜託 延長線 五年換一條吧 我的延長線常換 我覺得延長線髒了我就換掉 因為你有灰塵會累積在這個洞裡面 如果你家有養動物 那個毛飛進去就燒掉 大概會有這種的經驗 所以大概五年就要換一條新的 延長線不要審 拜託 你能夠看齊本直播 本節目 你應該就有一點點 口袋有些零錢 延長線 盡量買有大牌子 不要買小牌子 不要省錢買你沒有看過的牌子 要買大牌子 因為網路上有很多便宜的延長線 都不知道從哪來的 都不知道從哪來的 所以要非常小心 好 這種東西 這是我家 我嚇死了 我再也不敢插在上面 因為哪一天 社會新聞就是我 好 再來 頂樓加蓋 我們其實之前都住在一個很小的套房裡面 但是我們一直很努力 想要趕快賺到錢 擁有自己的房子 好不容易存到錢買 卻買貴了 其實四個月前 才成交了一千萬的房子 轉手給我的時候 已經到了一千五百萬 才短短四個月 還就貴了五百萬 你知道那是我們幾年的薪水嗎 買賣房子不想被騙 請指明實價登錄完整 接入到門牌的房仲 永慶房屋宣示 為提供買方前一手成交價格 買貴保證最高退三百萬 先陳時再成交永慶房屋 我住過頂樓加蓋 我在大學的時期 在楊明山租房子 那個就是頂樓加蓋 而且全部蓋滿滿 當時我是個學生 我想說頂樓加蓋好熱 但是房租比較便宜 可是你知道嗎 我住在五樓的頂樓加蓋 有一次我到四樓去找朋友 我覺得四樓好清涼 然後我們五樓熱得要命 那為什麼我不往下搬呢 因為樓下比較貴 我們要省錢住在頂樓加蓋 蓋滿滿 還好大學時期那時候 我們比較窮 不會整天吃火鍋 不然在房間擦擦醜 吃火鍋放電暖器 樓上也是換樓燒掉 學生嘛 學生都很皮的 你知道學生不做這事怎麼可能 我那時候比較沒有這麼多朋友來我們家吃火鍋 我們會叫買外面的東西回來家裡吃 宿舍房間吃 但是沒有辦法去煮火鍋 因為沒有那種火鍋的東西 這裡頭小朋友都不是這樣 蓋烤肉的時候在房間烤肉 絕對不會逃過這樣 屋頂加蓋蓋滿滿 反正就是一個真實啦 你一樣 蓋成幾十間的宿舍 然後燒掉 你說那我不要給你用那個電暖爐就好 哪有可能啊 他要想辦法就把線接出來 我們以前 我記得高中時候本來是什麼時候 我忘記了 總之 居然去拿那個 逃生燈的那個線接出來 逃生燈的線耶 接出來擦火鍋耶 你以為小朋友有這麼乖 總是有一些人會弄這些水電的東西啊 天花板的燈拉下來接火鍋 這種事都有發生過 所以頂樓加蓋燒滿滿 拜託你如果很窮 窮到被鬼 住 如果你真的住 如果你是因為這樣省錢住頂家 我還是覺得多添一點點的錢 如果你的夢想是買房子 然後現在是租屋省錢的話 還是要為自己弄了一點安全的房子 這種盡量不要住 這下面好一點 這個千萬不要 因為你知道嗎 這個燒掉了 我要逃去哪裡 那這邊燒掉還可以逃上面 可是如果說你今天住的公寓 頂樓也是頂樓加蓋滿滿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試著打1999 找公寓主席去試試看 解決一下 至少要有一些 逃生的空間吧 我們想的都是萬一火災的時候 的逃生空間是怎麼辦 不然沒有道理說頂樓是這一戶 人家哪有這種事情 我從來不認為這應該這樣 很恐怖的 因為縮燒就整個都燒掉 當然還有一個就是金山街 新竹金山街 向來都是台灣最大的違建集中地 過去我曾經寫過報道有上萬戶 後來市府自己徹查有數千戶 但是市府的徹查蠻妙的 他是怎麼徹查 我講的上萬戶是有根據的 就是我們的估計 因為像這個房子也都是違建 只是政府可能沒有列入是違建 你看這邊的房子大概都是三樓辦 一樓二樓三樓辦 新竹金山街頂樓三樓辦 或四樓辦 只能蓋這兩種房子 辦是什麼意思 就是他有屋凸 他只能蓋一半 他是透天來著 可是聰明的屋主就是陽台給他外推 頂樓給他蓋滿 然後再往上蓋成這個樣子 這個就是全部外推蓋起來的樣子 全部都違建 那你們的新興學子 我們的足科工程師都住在這樣的房子裡面 搞不好都是那種清大的教授 足科的高層的房子 然後租給足科的下屬 差不多就是學長對學弟這樣子的一個荼毒 那這邊全部都是違建 都是違建 這可能也有違建 可能有陽台外推 可能有頂樓把它凸出來的問題 也可能都是違建 不管是大違建 小違建 只要是違建 都很恐怖 但是我們的新竹市都不管這件事情 做作秀之後就沒有再管了 選舉之前再來作秀 每逢選舉必作秀 不選舉的就不作秀 所以呢 曾經就有一個晚上呢 在新竹違建 隔騰大樓失火 九樓的屋主 屋主逃生 可是他的兩個女兒都燒死 爸爸做違建 還是爸爸 爸爸做違建 這個違建是他自己蓋的 然後列館當然沒有拆除 因為新竹市政府在擺爛啊 然後拆除大隊說我們沒有錢 就這樣擺爛下去啊 所以這個房子蓋起來之後呢 屋主自己違建上面 然後住上面很豪華喔 那時候還有照片喔 兩層樓高級喔 燒掉 對不對 爸爸讓自己的小孩燒死 房子那邊 在房地產上面 是不能夠亂賺黑心錢的 因為你真的會殃及後代 所以如果是你啊 你住金山街拜託 你要想一想 安全是你不是別人 那你說 房東亂蓋一通嗎 是 多數房東並不明白法規的東西 新竹呢 因為地震較少 所以你很少看到 因為921地震之類的地震 然後讓房子折斷 所以像這個房子 如果地震來比較大的話 大概會從中間折斷 因為他房子先蓋好這樣 然後再漲上去 這樣結構怎麼多聞 不會聞啊 然後呢 我自己進去看過 電梯啊 有可能都是大怒神 因為你這是個違建 那違建怎麼去找電梯來檢驗呢 電梯能動就不錯了 然後你這樣整天上上下下 搭搭搭 那哪一天大怒神 掉下去你都不知道 而且有電梯還是比較貴的 像那種公寓型這種沒有電梯比較便宜 那面火器呢 幾乎 我沒有看到有面火器 縱使有 有可能也是過期 因為他違背逃生啊 裡面住了幾十個人上百人耶 塞在這個違建的房子裡面 很恐怖耶你知道嗎 拜託如果你是金山街的人喔 如果你非得要住違建不可 麻煩你住低樓層一點 然後盡量不要住有電梯的 因為有電梯的都是違建 多半 不然講都 多半是違建 金山街有電梯的多半都是違建 你盡量住在沒有電梯的那種 稍微好一點 少一點電源的問題啊 你想工程師可能回到家都睡覺嘛 所以少一點電源的問題 不對啊 萬一工程師在那邊掏挖礦的時候怎麼辦 挖礦那個電費就不得了 那個燒起來就不得了 因為挖礦很熱 就不得了那個電就很容易走火 誰知道它是怎麼走火 人家裝潢很高級 也沒有要故意要燒死自己 也沒有這種事情啊 對不對 可是也是燒掉 然後事過境遷 這是2014年 事過境遷 大家就忘了 政府也不去管它 無政府狀態啊 我們在違建這一塊都是無政府狀態 日本可以管台灣不敢管 日本的那個陽台一定都是逃生動線 都不能夠堆砸物 或是陽台外推 管得好好的 中華民國呢 隨便放 所以如果你們家是有鞋櫃 掌握這樣的公寓啊 或甚至是大樓 大樓的外面可以亂堆這些垃圾 或是說 看起來像鞋子 事實上也是垃圾的 你們家就容易失火 或是失去控制 你要想 很沒水準對不對 你以為他買了這種東西 然後擺好好的 就自私鬼啊 所以我都會踢 我會踢一隻腳 就如果我住樓上我要下去對不對 你以為擺這樣是很漂亮嗎 我就踢一隻腳 我沒有把它丟掉 我只是走路走下去的時候 不小心踢到你的鞋子 而且可能差一點滑倒 踢了兩次之後他就收進去了 懂嗎 我們家空間沒有 我們住戶曾經有一個住戶很妙 他把腳踏車放在那個樓梯間 然後 我們就跟他講說你要收進去 我們家沒有空間啊 怎麼辦啊 政府要什麼鼓勵 鼓勵騎腳踏車啊 節約能源啊 我心裡想拿來的奧客 我說我管他的 你如果不處理掉 我還是丟掉喔 我就把它當廢棄物丟掉喔 乖乖收回去 對啊 你怎麼可以放在這種公用的地方 你以為你家沒空間 你沒空間就少買一點東西嘛 沒空間 你就不要放沙發嘛 你坐地板可不可以 可以啊 那鞋櫃呢 你不要買那麼多鞋子嘛 你無工嗎 對 可是你看 看這鞋子 年輕人年輕人年輕人 看起來很像年輕人家媽媽 我管你是什麼 丟一隻 一隻就好 不要丟一雙 一隻 像這種最美品的 全部踢一踢 然後 當她發現的時候 她也不知道是誰弄的 因為這裡沒有監視器 誰叫你要把垃圾放門口 很煩耶 所以我媽更厲害 我媽的做法就是呢 她也不會去踢 因為 畢竟我們年輕人比較衝動 然後媽媽整天在家裡 對不對 也不會想要跟鄰居起衝突 她就 洗地板 說我們要洗樓梯了喔 東西要收起來喔 不定時 那是不是要收起來 你不收我就馬上衝水喔 結果收得乾乾淨淨 真的會洗 大家鄰居叫一叫 做回來洗頭 洗得乾乾淨淨的 今天洗完之後呢 又不得出來 我們沒有洗乾淨我要再洗一次 你亂丟嘛 我都把你一隻鞋子拿去踢一下啊 所以 很多屁孩 麻煩你不要在網路上 做一些網訊的事情 你們家的公寓 如果真的有人做這種事情的話呢 麻煩你處理一下 把他一隻鞋子踢到樓下去 他隔天全部收乾淨 他在那邊叫我說 誰踢我的鞋子啊 沒水準啊漂亮啊 隨便他叫啊 你自己放外面有多水有水準 最沒水準就是這種人 處理一下吧 要不然燒掉怎麼辦 萬一失火的時候 你要逃生結果被鞋子絆倒了 你就死掉了 你就死掉了 你可以做這兩件事情 如果你們的樓梯間 或是你們的社區 公益大廈管理條例有沒有 你們是社區 有人堆東西 管委會不處理 管委會不處理沒關係喔 你可以打1999跟打公務局 這兩個喔 管委會不一定要處理 可是公務局你可以接受 民間的住戶檢舉說 我隔壁在逃生路徑上面 亂對東西 公務局 因為我們社區也有一戶 死不肯改 他本來是放鞋櫃的 然後最後放成一堆鞋子 然後最後放成兩雙鞋子 就是死不肯把鞋子移進去就對了 然後隔壁住戶非常感冒 就一直檢舉 一直檢舉 直到有一天呢 公務局要送給他一張罰單 四萬塊的罰單 然後我們就 主委就去問他說 你不收 你再不收 我就把四萬塊寄出去 你就得繳罰單 那個住戶最後才怪怪收 可是聽說 有時候他還是把鞋子放出去 有時候還放進去 就這樣一雙兩雙在門口 拿這麼多刁民在那邊 我就覺得很討人厭 你要怎麼那麼沒水準 你可不可以有水準一點 不要害人家逃生 萬一失去 對不對 逃生踢到你鞋子 不是跌倒 你家有老人家踩到鞋子 不是跌倒 對不對 你要想這件事情 所以打1999 公務局 這兩個東西都可以做 縣市政府的公務局 你都可以檢舉說 有人在消防偷盪上堆東西 不管是堆鞋子也好 堆鞋櫃也好 都是堆 像這種堆垃圾 也是堆啊 恐怖啊 恐怖啊 雖然堆這個新聞事件的歐巴桑說 你欺負老婆婆 誰欺負你 你這樣弄成這樣子 誰是欺負誰啊 該親就親 沒有關係 再來 如果你今天為了貪便宜 或是說你的確房價比較便宜 你住了 住商混合型的房子 那住商混合型的房子 真的比較容易出狀況 城中城就是住商混合型 因為樓上的住戶 樓上那些看起來像套房 其實它就是一般事務所 但是當年啊 賣法其實根本就是 這是網路上找的廣告 根本就是違法一大堆 以前城鑽城是這樣 樓上是 哇 樂園耶 很流行 那時候台北真的很流行這樣的東西 高雄也流行 只要是大商圈 你看 今日百貨 來來百貨在西門町 樓上都有樂園 雲霄飛車啦 摩天輪啦 什麼的 誰知道載重 安不安全 現在想載重 以前都是那種 管他的我堆上去就是了 有錢賺就對了 然後呢 廣告 高級水龍頭 高級馬桶 這馬桶看起來很貴 可是現在看起來很老 而且它顯示 我記得裡面還有個什麼 西德工業設計師 那時候還沒有 東西德還沒有合併 西德工業設計師啊 頂人如勝 不同凡響啊 什麼高級會議 革命性的衛浴設備啊 這種屁話都寫得出來 如果你今天是辦公室 你為什麼賣衛浴 辦公室講應該是空間location吧 賣什麼衛浴 就是住宅嘛 引你去住這個房子嘛 對不對 所以住商店現在很多 比如說像新莊啊 大指有很多 台北大指 新北市新莊 有那種一般事務所 新竹也很多 這明明是一個廠辦 然後它就隔成小間小間小間 叫做一般事務所 什麼微型創業 講一些阿里布達厲害的話 可是事實上就是希望你去住 違規 如果你說因為貪便宜 或是你不知道去住在這種 一般事務所 可是你去哪裡住 它當然是違規啊 那這個社區 就會比較複雜 它的複雜度 我們舉個例子 獅子林 台北市西門店的獅子林 是一個有名的 年輕的我們這一輩都會去看過電影 一樣啊 陳中陳一樣嘛 底下是電影院的樣子 以前啦 樓上也是小套房 我不知道以前頂樓有沒有 我都忘記了 搞不好我以前小時候在樓上玩過也不一定 看完電影 住樓上面還有樂園 差不多 而且以前這個 哇這個電梯 相信這也是年九十九 透明電梯有沒有 這麼灰形的東西 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在做 然後這個是它的平面圖 一層 哇夭壽 幾十戶是不是 一間一間一間 七十二間耶 我今天燒起來你要怎麼逃生 你會完全無法逃生 七十二間的小套房 我們不查 不知道的查 就發現 喔 當然有很多 中南部來台北打拼的人 可能就注重 因為便宜啊 地點方便啊 生活經驗很好啊 雖然亂了一點 可是我門關起來就是我的世界 所以我不管啊 對啊 然後呢 燒過嘛 燒起來對不對 只要一燒就真的是很恐怖 不知道死多少人這樣 所以 鑄商混合型的大樓 現在獅子林當然 現在也一定 特別市政府一定有去檢查啦 他的消防現在搞不好 一定是過關的 搞不好是過關的 沒過關 就會被議員拿起來批了這樣 所以你可能稍微安心一點 但是 這種 逃生 你要想一下 容不容易 縱使他的消防是過關的 可是只要有一戶 天氣一冷 電腦一插 整個燒起來 沒有水 有沒有那個消防沙水 有沒有灑下來 你不要以為雲梯車救得到 很多地方雲梯梯車是救不到的 因為雲梯車雖然可以很高 但是他開進來要有時間 他打開來要有時間 你在高樓層未必能夠被救到 好 然後這種 柱商混合的大樓 古亭站啊 沒有 樓上是什麼 家電賣場也是燒起來 賣場很容易燒啊 這不知道為什麼 賣家電的專燒家電 那新家電怎麼辦多可惜 怎麼會燒掉 因為你做賣場對不對 你要去拉那個照明燈 所以他的照明燈一定非常的多啊 那燈那麼多 你時間一九萬一來個 電線走 我不是整個燒起來 那你樓上這個群益金融證券 這個做股票不是嚇死 是樓上應該有燒掉 應該燒到 因為燈很亮 所以他可能挫曬 可能也是燒掉 我不是很確定 所以如果這種住商混合你住樓上 你不是很擔心嗎 是啦 住商混合的房子比較便宜 沒有錯啊 那如果是我 如果是我 因為住商混合的大樓 一定是坐電梯嘛 年輕人要有角力 矯健一點 所以如果是我要住房子 我以前住房子就這樣 我去住 中古社區 電梯至少是有管理的 然後呢 要不然就住公寓 沒有人管理就住公寓 公寓至少用電點比較少 比較沒有住商混合的情況 我以前住三重是公寓啊 公寓啊 新店一間是住那種 公寓型的社區 一間是住電梯型的小套房 但那個電梯是有管理的社區 那個社區底下還有洗衣間耶 管理得相當好 還有一些公共設施耶 就是多花一點點錢 如果你有在上班 正常的上班族的話 少花遊戲的課金錢 把那個錢挪來住 比較安全的社區 我覺得是值得的 那當然如果 你今天買的是超高大樓的 一般事務所 像這一棟 命運多揣 超多揣 揣得要命 這個是新莊的忠越 當然忠越是一個好建商 無庸置疑 可是為什麼好建商 常常出現這個狀況 難道是發包出了什麼問題嗎 這一棟 因為新莊有很多這種假 不是要講假 新莊有很多整棟都是一般事務所 只是後來你要怎麼用 你要變成假住宅 還是不用假住宅 那這一棟因為沒有賣 沒有住 所以我們不能夠講說 它到底是要一般事務所 做辦公室還是要做住宅 總之它在興建過程中燒掉 那我們就查了新聞說燒很久 因為我們沒有住旁邊 不知道親眼目睹到燒幾個小時 我看稍微稍微都差不多了 後來呢 前幾天不是地震嗎 就是我們播出大概兩個禮拜前 不是這個四級地震嗎 很恐怖 這樣在蘇澳南澳的 然後它上面那根手臂 工程手臂就斷掉了 所以新北市少數在一起 它居然又來了 整天都是它 忠越買到所以 如果你今天是其他那種 八部推的建商也就算 我們就覺得理所當然的爛建商 結果呢 這棟大腦真的是命運多船 蓋到一半燒掉 換樓我看這裡也不是很安全 算了 算了對不對 懂嗎 那更不要講說 如果今天你是那種一般事務所 那種一半一般事務所 一半住宅 那一般事務所 任何人都 它是辦公室 它當然可以很多萬人進去 它當然可以插很多事務機 它當然有很多印刷機 什麼用電的東西都可以放進去 很多辦公室都這樣子 它也可以去挖礦 那挖礦的時候 用電非常多 是不是增加燒掉的機會呢 是不是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買的是一層多戶的 一層樓很多戶 像這個 五六樓 隔成一百零三間 我還夭壽 這在哪裡 北投 老是老社區嘛 以前這個是北投金馬獎 戲院 我去看過這個房子有點恐怖 好 金馬獎戲院 後來中間戲院當然又是戲院結束了 所以五六樓的隔成一百零三房間 不要講恐怖啦 夜歸女子回到自己的社區很恐怖啦 燒掉 一把火燒掉隔間房 便宜啊 外勞住還是說那種 就總是會有很多借口 可是如果你今天為了省便宜 住在危險的房子 真的不要 拜託 真的不要 你自己查一下這個社區也是蠻恐怖的 過去很多歷史事件了 所以如果今天 他們便宜住在景星大樓好不好 林森北的景星大樓 台北十大兄宅 如果你命夠重 你進去不怕那個睡到一半那個床飛起來的話 你才可以體驗一下 裡面也是一間一間的套房 一層幾十戶 二三十戶吧 也是繞一大圈的套房 好 那現在很多新的建商啊 賣的房子也是一層很多戶 我真的覺得很恐怖 你不要以為新房子消防就會過 前幾天我的網友才跟我檢舉 說 斯惠哥斯惠哥 我們社區呢 已經過好兩年了 然後呢 建商還沒點交 然後呢 更妙的是呢 他們的消防灑水被關掉 所以萬一他們燒起來 說那個灑水龍頭 沒有水 噴不下來 你懂嗎 你只能等雲梯車 雲天車不一定會到 所以他們住得很心慌慌 說那個消防灑水是沒有水的 就被關起來了 很多社區的消防灑水 就是因為怕說那個 動不動爆破什麼有沒有 那個龍頭啊 破掉 然後你家都是水 所以會把消防灑水灑掉 就沒有水 我覺得這個很恐怖 也很危險 消防設備有問題的社區 第八種房子也是有可能會被燒掉的 退休之後啊 就沒收入了啊 那想說把房子賣了 不用什麼事情都靠孩子 那就是太容易信任別人了啊 那附近啊 成交價應該在兩千萬以上 那個仲介啊 故意挑附近啊 比較便宜的成交價來騙他呢 所以我爸就把價格降成一千五百萬 果然很快就有人來買 結果李伯伯才賣掉幾個月啊 這個房子啊 又被人拿出來 賣到兩千三百萬 黑心仲介聯手投機客 賺那個價差啊 買賣房子 不想被騙 請指明實價登錄完整 揭入到門牌的房仲 永慶房屋宣示 為提供賣方完整成交行情 保證退服務費 先誠實再成交永慶房屋 這個是錢櫃 錢櫃大火燒出一些 大家要忘記的事情 你看 第一個是消防設備 沒有弄 無人重開 廣播疏散 你的濕火沒有人知道 大家在房間 大家在家裡 沒人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還有相鋒管路 沒有水 被關起來了 設備壞 設備壞 沒有廣播器 沒有水 但現在很多社區 在錢櫃大火之後呢 開始叫了 因為這個設備 常常出狀況 動不動就是那個 我正在發生火情 請即刻出戰 北東大龍發生火情 請即刻出戰 動不動講這個東西 怪怪有沒有 錢櫃大火也是 你忘了 你忘了 我也忘了 然後社區也是繼續這樣經營下去 危險 所以你要改善什麼 這個嗎 這是網友投訴的照片 說他們家新房子蓋好 他的灑水龍頭 這麼低 這麼低喔 門喔 摸得到喔 那你說 建商弄這個灑水龍頭 不就是要 限住戶於 不義嗎 這怎麼住 天花板怎麼弄 這麼矮 扣掉它怎麼辦 所以你要鋸短嗎 也不對啊 那這一根為什麼沒有自中呢 你如果要弄漂亮一點 為什麼不自中 還歪一邊 那人家怎麼弄啊 所以天花板要這麼矮嗎 所以就很尷尬啊 這是一個很大的社區耶 非常大的社區 那政府審核消防是隨便審 你給我什麼東西 我就審什麼東西啊 政府也不會知道說 這個這麼低成這樣 那你住戶是把它鋸掉 這很尷尬 到底要不要鋸 所以後來當然 有一些消防設備 就是有發明了一些 比較漂亮的 一樣有能夠消防灑水 能夠灑得到很多水 可是沒有這麼醜的 不管怎麼樣 你要留 你一定要留 因為有些設計師說 哎呀不會檢查 就把它拿掉 全部都拿掉 所以萬一失火的時候 你們家是沒有水灑下來的 設計師說 哎呀到時候你拿麵糊機噴就好 不然你的家具都毀了 或是說哎呀那個會自爆 爆下去你家具都毀了 可是呢 你一定要留 你不能夠拿掉喔 你可以鋸短 因為有人做鋸短 但是我會 我們都會質疑是說 鋸短之後 它那個灑水的面積不夠 灑水的什麼速率啦 什麼噴出來的東西不夠 可是總比拿掉好 所以千萬不要拿掉 你要做天花板 拜託灑水龍頭要留著 可以用漂亮的 有比較漂亮的灑水龍頭 但是不能夠拿掉 然後防火門被拆掉 這就是圍貫大樓 不是圍貫 城中城的其中一個問題就是 門被拿掉 這個樓梯嘛 清晰可見嘛 然後煙就這樣子 順著樓梯 從底下 咻的上去 讓上面全部都是煙 怎麼可以疏於觀禮 到整個防火門被拿掉 能變這樣呢 對不對 所以防火門不能拆啊 社區也是一樣喔 防火門 該關就要常關喔 不能夠打開喔 很多社區的防火門 有些人覺得 空氣流通比較重要 我們可以放東西比較重要 人可以方便的上下比較重要 就把防火門打開 那一旦樓下燒起來的時候 那個煙會直接串到各樓層 所以我們社區規定是一定要把它關起來 防火門一定要關起來 我不知道你們家是不是這樣 如果你們家是常開的話 很危險 只要一燒 整個煙就串上來了 最後一種是 一樓有可燃物停放 當然可燃物停放 這個是城中城的摩托車 全部都是機車燒成骨架 所以我們只能學習教訓啊 那台北很多社區已經沒有這個問題 就是機車早就不能再騎樓 機車早就不能在那種任何封閉的室內狀態 都是在外面淋雨 可是至少燒起來 在外面燒不是在裡面燒啊 所以機車退出其樓的好處是 爐洲大火之後發生的事情 至少不會在這邊燒起來 整個串上去 讓人家城中城是一樓燒起來 燒起來蔓延到這個機車 然後讓全部都燒起來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的一樓停滿機車 有時候你覺得比較不方便 機車卡來卡去 但是你要想想看 燒掉了不得了 你要這麼自私的停中間 那燒掉的時候就全部都死掉 會死掉 所以你們家一樓想想看喔 機車燒掉的時候什麼樣的情況喔 如果你到地下停車場 地下行車場也有泡沫灑水的設備 可是通常這個地方 是不會有灑水設備 消防灑水設備是很重要的東西 那當然如果你的一樓呢 是在做生意的燒肉店 燒肉店很容易有油啊 你看我們在烤肉的時候 一個培根肉放下去 也是整個都燒起來 因為培根肉超油的 所以烤肉店就很油啊 那你一個人烤過 十個人烤過 一百人烤過 他也不會把油清的乾乾淨淨 不會耶 誰會弄那麼乾淨 所以一樓如果有燒肉店 有點恐怖對不對 你看 昨天台北市知名的那個 蒙古烤肉它燒掉 所以如果說你的二樓 是一個烤肉店 蒙古烤肉是用鐵盤弄的 可是一樣是有大火的東西啊 恐怖對不對 所以你頂多 早餐店的鐵盤 那個火也沒有多少 頂多這樣還好一點 但如果說你的一樓呢 是瓦斯航 你不怕死人 這就是瓦斯航爆破的樣子啊 那如果一樓呢 賣麵的 有些賣麵的呢 它那個鋼筒啊 瓦斯筒啊 不是沒有了嗎 就倒下來 又切切一點 腳踏踏的 給它搖一搖 然後冬天就有瓦斯了 以前我們不懂事的時候 有時候洗熱水有沒有 瓦斯沒了怎麼辦呢 沒有熱水了 就把瓦斯筒清倒 還有一點瓦斯會出來 這個當然後來有人就知道 很危險 所以如果你一樓有麵店 那它放了很多鋼筒 直直放也就算 如果是橫糖放 你要跟店家講 這樣會不窄 然後可是呢 那些不在乎的老闆 搞不好還叼了一些 一邊煮麵說 沒關係啦 你怎麼吃的 不會死啦 樓上很危險 我們講了一個小時 這種危險的東西 層中層的事情 以後還會再出來 不管說你們家是怎麼樣 希望你不要因此被燒到 被波及 能改善 盡量改善 還有記得照顧到你爸媽家 是不是有這些東西 好啦 那節目就到這裡啦 我們下禮拜二的同一時間 再會 總之